今天是海峡两岸首次举办的科技同伙交流研讨会的开幕 高理事长高清岩先生 海峡两岸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顾问朱立兰教授 欢迎天祖教授 欢迎天祖教授 海峡两岸科学技术合作中心的顾问段瑞春先生 欢迎段顾问 以及海峡两岸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主任 王少奇先生 欢迎王主任 以及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的主任 两岸的科技成果 交流检讨会 在立军一年的筹备工作 将于在今天日期开幕 对两岸在科技交流的领域上 向前迈进了一踏步 内心命脉 关系则企业在市场的生存 因此不断提升 气势与演发 新三名是企业永续经营的重要的基础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基础经济 的情形之下 两岸若能在既有的产业技术 与产品化的能力上 项目的结果 当有助于提升两岸产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也能够使两岸关系 因多面的交流 而朝良性互动的方向来发展 两岸的产业及时获得 与交流可以达到 富富富利的目的 两岸产业的 可以获得可观的 及时和经济的效应 再接受检讨会 检讨会中希望有信誓 重塑两岸产业科技 扩作的产商和研究机构 都能有所收益 达到真正交流 请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心的 王主任王少奇先生致辞 欢迎王主任 两岸科技成果交流研讨会 经过海峡两岸的多方动回鼓励 今天终于在这里 融入举行了 这是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业 合作的一次社会 国际代表主办机构 海峡两岸科技技术交流中心 对这次研讨会组织筹备过程中 台湾工业总会所提供的 大力支持表示忠心的感谢 对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合作 表示诚挚的谢意 并对台湾各界 为研讨会和提供的方向 也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次研讨会 有近一百位大陆知名的科学家 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来自与台湾同仁进行交流和研讨 台湾中间有学术造语 甚至科学家研究员 有四位中国工程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也有在加速科技成果开发和转发方面 所有城市的企业管理专家 希望大家在今次设计 除此之外 在西线材料 化工 石油 航空航天等领域 也有讨论会与展示 其规模和水平 在两岸科技交流上是空前的 期待已久的海峡延安科技成果交流会 今天在台本市从路上 作为协办单位的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的全体图人 在这一个值得轻贺的时刻 都感到非常当心 我们中心的祝愿这次交流会 要起了一样的时间 当今时代科技技术匈奴的发展 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持 和追踪的作用 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为了提高企业及产品的精致力 企业界正在进向采用新的技术 新的材料 新的工艺 研制开发新的产品 海峡两岸的科技优势不显很强 两岸企业界 尤其是对台湾的共产企业界来说 大陆的科技成果 可能隐藏了更大的商品 相信大家 如果认真的交流 共同的有用的资讯 不错失两岸企业 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 高效力 高效益 高品质 将优加的受到重视 而科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是满足这个要求的最重要的技术和条件 正是为了适应实在化的要求 海峡两岸企业有次支持 以及在激进的开展科技交流 相互学习 体肠活动 工作提高 我想正式交流会在台北市召开 一定会进入海峡两岸企业 其他推动多数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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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不住 也 这一次交流会的 两万方面的实话上 对共同总会 和协办单位的公联业 所以他们不可以坚持 甚至争论 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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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这移动通讯呢 从1300到2300 它增加了10亿增加值是100万 100万户 但是呢它增加的 这个比例说是77% 所以如果说绝对值的话 还是不定变化再增加一块 如果说相对值的话呢 它是移动变化再增加一块 那预计那是1800万 它之间平均90%的速度再增加 也有那个基于违星网的等等吧 它都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它都有一系列的 国际电影做了大量的工作 都有一系列标准 这样就标准做就可以了 这个呢国内基本都做完了 再有呢就是电子白板 现在也有人呢就把两个币的合着用 图像更好一些 抽空呢给你电话话音 网络工程当年事情 网络工程呢 大概呢大家可能 吃吃你的同源也这样分 因为电话啊 数据网和电视网 搞通讯的人可能会轻易 发展 发展就不断的变化 然后小秘技术 再搞这样的下 尽管它 两年前买了二十年前买的机还要用 可是它效率已经变差了 今天设计技术已经更好的时候 这时候就想到说我来改造它 把它改造了之后所花的钱啊 我三年内啊什么就收回收了 以后就变成是 剩下来的钱啊 所以这个就是机器改造 所以改造这样 这个千万的机器 你要不要改造 改造不好的时候 那 反而把它弄坏了有可能 头一个你要旋转的这个东西 整个要换 重新设计 重量啊什么 都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时候 你这个让它电拿掉 或者是停下来的时候 它它会咚 洗衣机啊 咚ak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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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p 这样就停下来 而且公证不只是 只有一个 我们叫第一 共证速度 还有第二共证速度 第三共证速度 每一个要去撒 werden 不够克服才有办法 所以这样 呀我就知道 王教授那里不只是 流体体育血上的 流体体系列的一个 对 Amberry 商品的話也有點在消費市場 不是沒人買 是量價 等於說我們那 好